當然我們最好的作品 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不會比每一年的差 我覺得今天還是有很好的作品 可是以整個的數量 來講 我覺得大家可以聽了可以看到 可是以數量來講 總體來講的話 當然是 比過往的單波 這個我們也不會演 那金馬其實是一個 從90年代開始 就是一個由民間主管 已經交給民間主管的一個獨立的 一個獎項的活動 這個我們 支委會可以講得很清楚 它不是一個官方的 的一個組織 那我們希望給所有講華語 跟華人的這個 電影業界的這個 所有的作品 都能有一個表現的平台 那經過我 這麼多年 我都參加將近三十年 這麼多前輩的靈力 還有呵護 那我們常常到一個 在華語電影界一個 真的像一個大家庭一樣 這個東西不是有政治 不是有任何東西 除了是我們做電影的一種 一種親切感 一種凝聚力 那在金馬這個地方 我相信所有來參加過的人 都感覺到 還能夠回家 朋友相互與我 互相幫助 切削 這樣一個氛圍 來過金馬獎 非常懷念金馬獎 所以我們大家非常珍惜這個 政治的情境 是我們不願意見到的 可是我們也必須面對 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 可是我真的有很大的心願 我們工作人員都非常辛苦 我們用最大的心力 去呵護這個電影的平台 我去年的獎 希望我們這個culture 我們這個文化 能夠尊重做藝術做電影的人 因為我們是沒有分別的 我們是互相互愛的 相親相愛的這個 每年都在這邊平成到 那我希望能夠永遠下去 那今年少一點 我們當然會有依盼 可是我們的雙手 永遠是展開的 只要是說風文華語的電影導演 我們歡迎你們 外面世界我們也管不了 作為電影的人 我們有一個這樣子 相親相愛的大家 我們非常的珍惜 非常希望這個世界 我們做電影會很尊重